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就活在痛苦当中 再时间长你就会忧郁 再时间长就会忧郁症爆发 你就会自杀 所以人要活出简单都不是这么容易的 很多人说在西方讲叫I'm easy man 就是我非常简单的无所谓的叫easy man 我们讲起来叫这个人很简单 谁都喜欢跟简单的人交朋友 谁都不喜欢跟一个想得很多的人交朋友 如果你跟他一讲 我们一起去吃饭好吧 什么意思 你想在我身上打什么主意 对不对 我这里要告诉大家一个小笑话 有一个人在飞机上 他不用手表 很多男的不用手表 喜欢用手机看时间的 对不对 他用手机看时间 有一天他在坐飞机 飞机上不能用手机的 他呢没手表 他就问边上一个老妈妈 一个老奶奶 老奶奶能不能问一下几点钟啊 老妈妈问他三遍 老妈妈就不讲话 等到第三遍的时候 老妈妈到底现在几点钟啊 你为什么不回答我啊 老妈妈逼不住讲了 我如果回答你的话 你就会跟我搭三 我在飞机上就不能好好地休息 我要不停地敷衍你 去回答你 然后你一定会帮我拿行李 你帮我拿了行李 我回到家里 还要打电话 请你来 谢谢你 要请你到我家里来吃饭 你一到我们家里来吃饭 我有一个闺女长得很漂亮 你看上了我们家里的闺女 当你看上我们家里闺女的时候 你连一个手表都买不起的男人 我怎么能让闺女嫁给你呢 所以啊 人要活得简单一点 人不能太复杂 因为你要知道 我们为什么小时候很简单 谁看见了都喜欢他呢 对不对 长大了会复杂 小时候会简单 贫穷的时候呢 会简单 有了钱了 你就开始复杂了 落魄的时候 你很简单 复杂的时候呢 得势的时候呢 你就会很复杂 人生如梦 转眼就是很多年过去 学博人要明白 掌握好自己的心态 控制好自己的时间 好好地放下自己 与其每一天必须要过 你痛痛苦苦地过 还不如放下自己 快快乐乐地过 你能够控制自己 每一分钟都不让自己难过 你就是一个智者 你就是属于菩萨的境界 哈哈哈哈 自本容颜恋恋 花生微笑 那么大悲观世音不测 我是你最疼爱的孩子 让我像你一样吧 坚强守护每一颗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